來台奉獻將近一甲子的 天主教義大利及神父呂洛瑟 因為家鄉義大利疫情嚴重 日前神父淚求台灣民眾幫忙 原本預計從4月1號要募款 到本月15號 沒想到短短5天 就募款了超過千萬元 今天統計總募款金額高達1.2億元 面對如此龐大的金額 天主教林醫會的募款也提前喊停 上午神父也出面 感謝台灣人的愛心 很感動 今天六天的時間 每一天很多人擺隊捐 這樣我想照顧我們的目標 台灣人還很有愛心 特別幫助我們台灣人的愛心 謝謝 多想念 初步了解這六天 總共有2萬多筆捐款湧入 最大一筆是500萬 來自台北的一個民間慈善基金會 第二名是龍三四的300萬 神父說這幾天看到癌末的先生 拖著病體到醫院捐款 也看到賣菜的阿嬤 拿著辛苦排隊來的口罩和賣菜錢 希望將他的心意傳到義大利 讓他深深感動 也讓他無悔於55年前就來台灣服務 神父說再次謝謝台灣 同時他也堅信地說 這就是我一生想要留在這裡的原因 記者林醫生 王思穎 宜蘭採訪報導 記者林醫生 記者林醫生 記者林醫生